來看許三春月日後期 十分開始進行四十一天 年度徵修的工作 這次徵修 給法電量為原地三% 提早幾年 台電說 這是透過調度傳統的基礎 加上無團再生連環 目前電力供應的狀況穩定 而且不會對供應 供電作成影響 如果第一日可以在這邊發展成功 我想對這個數據中心來講 他們可以用最近最乾淨的能源 來進駐到宜蘭 在這個能源的使用上面 能夠為臺灣再開創一個新的競爭力 經濟保障委員會表示 因此疫荷政初期的研究形態 如果研究成功在當快速豪材到其他企業 當政府積極發展力量 臺灣的學電圈 要探大天用電結束為例開始 第28次基礎大小作業 這次第一次稅收 給學能發展量為原本3%提前幾年 台電透過靈火的調度傳統的基礎 我們無碳的再生能源 它的處理其實是非常的穩定 還是可以維持日間風大概被轉容量率都有10% 夜間風的被轉容量率也都有7%以上 整個供電應該是無欲的 觀察你 台電系統個基礎發展量 年紀油溫減度數有47% 修圖25% 再生電源20% 基礎是蓋電共生 跟電油頂電力 未來日空三公里在臺灣訂立2萬倍比 電油會繼續50% 再生電源給予30% 修圖是為現在的思想 未來會減到2% 夜間的時候它馬上少了將近3%的這個 被轉容量 那不是讓被轉容量率一下子 掉到了5% 5%是屬於橘燈 當然會擔心說明年5月17號 核山停止運轉之後 那到底能不能滿足用電的需求 有轉到幾層 每年臺灣會建立火候得好 就社電發展 加上再生電環 要成為共電主角 優惠是存在變首 讓政府相關單位要想好其他 共電配套才能穩定共電 記者綜合報道